CANON EOS RP的貼模 大家好,歡迎收看LiveGuard的頻道 今天我們要示範的是CANON EOS RP的貼模 今天貼的是沙紋黑 PDBK 那我們把相機清潔戶後就可以開始貼模 首先呢,我們會先貼軍艦部分 先將軍艦模撕起 由於這個銳角比較多 撕的時候請雙邊撕起 不要去將模料拉到以免破裂 我們對齊CANON的LOGO 對齊後呢,我們將它往上黏貼 再對齊熱靴的兩側 確保熱靴的兩側都是平行的 接下來將它左右側邊下壓 對齊的它的這個接合線 確認完之後,將整體按壓過 將裡面的空氣趕出 比較細小的部分可以用面子稍微輔助一下 接下來呢,是這個左邊開關盆的部分 我們對齊這個圓形跟按OF的這個LOGO 從左側的這個肩帶的部分去對齊 將它依序的往前黏貼 另一側也是用指腹將模料推前 那這個部分這裡會有一個下折的部分 所以要將螢幕翻開 將這裡的下折部分收起 再來是機身的右側 我們這裡對齊白色的這顆度的點 然後還有感光元件位置 RP跟這個錄影孔的位置 然後再延伸到這邊對齊LUCK的指示 確認都對齊之後 開始將模料依序的下壓 確認這個平面完之後 再將模料用指腹將它下推 依序的將模料的氣爆推出 這個部分一樣會有一個下折的動作 所以一樣把螢幕掀開 然後再將下折的模料下壓 接下來呢 我們會是黏貼這個 右側的前緣 我們對齊這個 EOS R 的這個 RP 的這個缺口 確認這個部分都對齊之後 將這一邊的模料往上推 再來是快門的另外一邊 我們一樣對齊背帶孔的部分 先將這個轉盤的部分 對齊這個轉盤的旋鈕 再將這個快門鈕的部分 慢慢地對齊這個快門鈕 確認對齊之後再將模料按壓 再來是螢幕的這個觀景窗的後方 先對齊觀景窗的這個部分 對齊這個外光之後先將模料 再用鑷子將它小心地平膚在這個外光上 確認都對位完成之後 再將觀景窗下方往下壓 然後再沿著這個 邊緣 將這一張模料往上帶到上方來 另一側呢 我們則是直接用鑷子 將它對齊貼上 再來是螢幕按鍵盤的部分 我們將模料對齊Info跟Play這個按鈕 確認對齊上之後 將模料下壓 將側面的部分收到下面來 然後將側面陸續的貼合 接下來呢 下面這個模料呢 則對齊我們刪除鍵的這個 圓孔 將模料陸續上壓 使用指腹將模料慢慢推平 再將這個 下側推平 接下來是我們這個握把側邊的部分 我們對齊 我們對齊 握把旁邊的這個 角落 接下來呢 利用指腹 將上面這個 鍋板下壓推行 再接下來 將這個 側面連著 蒙皮的部分 貼齊 下側的部分 跟另外一張 接齊之後 把下面這個 收邊的部分 下壓 再來是螢幕框的部分 我們可以先幫螢幕掀起 然後 我們會對位這兩個 方孔 先將母料對位在這個方孔上 確認對齊後 先將地平面下壓 再來將螢幕翻過來 對準天然的部分 然後確認兩邊的模料 是左右平均的 確認後 將模料 緩緩地下壓 將這個平面都 空氣先排除 接下來呢 再將這個 螢幕上下的框 用指腹去收邊 再將這個螢幕轉成90度之後 將這個角落下壓 將這個角落下壓 接下來是底部的部分 我們將底部磨料撕起後 對齊腳架孔 以及這個圓孔 跟這個貼紙的部分 再來是這個 電池艙旁邊的這一塊 在小螢幕上 確認位置都對齊完成之後 將這個平面下壓 螢幕折角的部分 一樣把螢幕打開 將這個折角 用指腹下壓 前面的部分 一樣用指腹 將模料緩緩地往上推 對齊 再來是電池倉蓋 對齊外框跟這個 開蓋開蓋的 撥板部分 記得將這個角落的 接膜下壓到平整 再來剩下零件呢 我們可以使用鑷子輔助 將其他的小零件貼合完成 當我們外觀貼膜完成後 我們建議使用 吹風機或是熱風槍 將周圍加溫 將所有角落吹過並按壓 接下來就可以開始我們的 蒙皮部分 好 經過整個都先 加熱貼合後 我們可以開始來進行蒙皮的部分 那我們可以從由左至右開始黏貼 首先 是我們這個後面的握把部分 將磨料撕起我們對齊 圓孔以及INFO按鈕跟AF按鈕這個位置 那由於因為我們的磨料為了要保護整個蒙皮 所以它會比蒙皮整個再做大一點點 所以記得先確認好整體是否對位準確 確認對位完成之後 再將這個蒙皮慢慢的用指腹往外推 以及往上 跟一樣中間有這個折角的部分 將它用指腹往下黏貼 再來是握把後側 將磨料撕起後 將磨料撕起後 我們對齊握把上面的R角 以及下面的這個缺角 確認完成之後 將磨料先壓 再將磨料用指腹慢慢的往前方推 以及這個部分 用你的指腹往前 將磨料推上 那如果遇到有一些邊角比較沒有服貼的話 可以使用熱風槍加溫之後 再按壓 會比較服貼 接下來握把的前側呢 則是對位 這個卡口部分的外側 將磨料對齊裡面的這個圓角 以及上下側的尖點 再慢慢的將磨料往側邊推 但這裡 注意要將這個磨料的下方 這個角落先確認貼合 然後再將磨料往上貼合 那中間這個凸起來的部分呢 我們會先使用熱風槍 加熱後再黏貼 用指腹順著這個磨料往外推過去 確認完成之後 可以再加熱之後 將這個地方定型 讓它貼合度更好 再來是機身蓋的部分 直接對齊LOGO黏貼 外圈則對齊這個凸點 將磨料小心的沿著這個圓圈放上 再來是機身左側部分 我們先對齊旁邊的IO孔的蓋子 確認對齊後按壓 再將磨料往前 貼得到前方的磨皮 再慢慢的將這些接合處 將它收起 將它依序貼上 剩下的零件呢 只可以用鎳子輸入 將它依序貼上 確認磨料全部都貼完後 最後我們再用這封槍 將所有的位置角落 全部加溫後再按壓 這樣就完成我們的貼幕了 我們到區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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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便宜了